看一下大家的這個 統計的結果 原則上其實 看起來大家 有在用我的罪案的應該還蠻多的 對不對 然後有 部分同課已經知道其實Yahoo現在真的沒有自己的收據引擎 因為他現在用的是別家的 好用的是別家的 那以圖找圖看起來 符合需求 符合我們的預期 然後就是用過的人 應該有比較多一點 那也有 將近一半的同課人有 就是定期做備份 那我們現在呢 不錯耶 定期更換密碼大家 蠻多的超過一半能做到 因為不換密碼不能用對不對 你看我沒有猜得很好 對啊 因為這樣才會強迫大家怎麼樣 努力換一下 OK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如果你還是要用我的最愛的 為什麼要特別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 我的最愛這個部分 很多其實 你都沒有在整理 或許你有 你會用什麼 在AE稱作我的最愛 在Google上稱作書籤 對不對 稱作書籤 那這些所謂的 類別 你也許有件資料夾 好有件資料夾 但是呢 你有很多的文章 其實你加了我的最愛之後 事實上就沒有再理他了 對不對 你有沒有去追蹤一下你的最愛面到底愛的多少 後宮加力3000 對不對 但是 哪一個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可能有重複的 也有可能 那有很多網站那個連結已經怎麼樣 已經不見了 你也還留在裡面 你想說我還可以按圖鎖記找到他 結果人家已經搬家了 那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 我的最愛基本上 說真的 我自己 現在 大多數都沒有在用我的最愛 不是說我 不會完全用 完全用不到 而是說 我只留幾個比較固定的 就啊 這幾個網站是比較固定用的 銀行的啦 還是 某幾個 其他的 我現在基本上 已經不再會去用我的最愛去做整理 所以我們待會後面會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什麼 可以 我的最愛 或者應該這樣講 資料整理的方法 因為 你會把它加在我的最愛 原則上就覺得這個資料是可以參考的 對不對 我相信你 如果只是還想稍微再閱讀一下 你不見得會加到我的最愛 因為你沒那麼愛他 對不對 好 那這是第1個 第2個 收訊引擎的部分 我們就來看一下 Yahoo真的不行 來您看這邊 在這裡 您進到我們簡報這個第7頁 您在手機上也可以用 在這邊 你點進來之後呢 這裡 第一個 我就有寫 我有一篇部落格文章有介紹 你點到他這裡就有個超連結 就可以連過去 就可以連到我的部落格上 那這個我就先收下來 事實上 這個 養護的部分呢 他從2011年開始就跟 把他的收據已經變成為了一個病 就變成為了一個病 而且 為期10年 所以你看 還沒到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還在用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平常只是大家 不太相信 Yahoo真的不行了 我相信 其實 進來 我相信說真的 現在您在做搜尋 您會不會那個 會不會用Yahoo 不會 對 很聰明 你看我多久沒來Yahoo了 好 比如說您要找我們醫院好了 OK 那麼您找了之後呢 你看 往下走 您平常都沒有看最下面 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 Power by Bing 微軟的 叫做Bing 好所以 事實上現在 說真的 現在的收據 只剩兩家 一個就是Google 另外一個就是 Bing 那你說 Bing好像沒有去過 那 這個時候呢 您來這邊看一下 MSN 這個網站 大家 應該多少有印象 對不對 這是微軟的 您看上面這個就是他的病 好就是病 所以 您透過剛剛的這個搜尋 好 看這樣 你會發現結果是一樣的 好結果是一樣的 那為了讓你看得更清楚 所以呢 我把這個拉出來 我把它拉到旁邊 另外一個 我在這邊呢 我在這邊呢 我用Google的找給各位看一下 好我也一樣用相同的關鍵字 找 那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喔 我把它縮小一下 您看這樣子 這個 有沒有覺得兩個看起來好像 哪裡好像 這裡 大家來找查一下吧 請問哪裡有不一樣 有 顏色不一樣 你看我放大一點 對不對 顏色不一樣 好 第二個哪裡有不一樣 多一個我的儲存項目 然後人家有更多 是這樣嗎 然後你看一下 連這個圖 都長得一樣 有 對不對 那我們再往下看 旁邊 他這裡有這個 右手邊 這裡沒有 我們的沒有 好 那麼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都差不多 對不對 相似度 95%以上的 那你就知道 打不過就加入 因為 原本的病也不是長這樣子 也是有比較多廣告跟雅虎比較接近 可是因為 打不過Google 所以他就做成跟他一樣 反正你到時候找 分不清楚 就以為 你好像找的是一樣 不過當然這邊我還是鼓勵各位 畢竟不同的收訊群 找出來的結果會不會一樣 不會 不要眼中 只剩下Google 這樣不要 因為你要真的要試看看 因為當我們的收訊群 你都只會用Google的時候 這樣是蠻危險的 因為你的 來源是單一的 對不對 來源單一的 我們也知道盡情繁殖不好 對不對 因為你都沒有其他的 那 這樣不同的結果 沒有出來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 比較不OK 所以我還是蠻鼓勵各位 有空試看看 反正 可以選擇不多 但至少你要知道 雅虎是真的不行 OK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 知識屠服 不好意思 找我們 醫院沒有知識屠服 要找別的 我看一下 沒有雲林分院的 時候 有 您看右手邊 對右手邊 這個叫知識屠服 簡報我就 這個我就拿掉了 應該大家都有進來 就把它拿掉了 好 您看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有一塊 對不對 你們平常都找 這邊嗎 對嗎 雖然右手邊這些資料 其實在左手邊 你會找到 不見得是第1頁 也許是第2頁 第3頁 也會找到 但是為什麼他用一個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找的時候 常常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導航到這邊來好了 有沒有行車路線 馬上就出來了 如果你今天 我要來這邊 我要再打開Google地圖 輸入地址 或名稱 在那個 你有沒有覺得我多了好多步驟 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 跟我們那個百科全座概念一樣 那Google把這個稱作知識圖服 這個部分就是人工整理 所以 有些 就是比較熱門的 才會有 或者是說比較多人 搜尋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不要醫院 為那個 我們以 這個歌手 假設這邊 這樣子 你找這個周董 那麼 你可以看到 你左手邊會找到很多 可是你可以看到呢 周董的生日有沒有就出現在這裡了 身高也在這裡了 以前 不是配偶嘛 現在是變配偶嘛 那他演過的電影 有沒有都列在這邊 對不對 我跟妳講 之前連他爸爸媽媽是誰都有列出來 大概這裡有個資問題 所以被請教 你了解了 這樣有沒有比較快就先找到 對不對 那你再往下走 跟他相關的人 相關的這些事物 有沒有都出來了 對不對 那我們往下走 我們就知道他 曾經有關係 對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在找這些資料的時候比如說你看你要找婚姻 我們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當你點了 你有沒有在打關鍵字 沒有 可是 下面的 相關資料也沒有出來了 那 你還可以在這邊我就直接切換 你發現用知識組織在哪 有什麼好處 你只剩下點而已 你有在找關鍵字嗎 幾乎都沒有了對不對 除非說這個不符合你需求 那每個人的是不是有這些 是又一直延正出去了 所以跟我們一般在看所謂百科全書一樣 百科全書他就是把 這個事件這個人物 人事實地物把它做一個什麼 統合 全部合在一起 你在查這個的時候就會查到很多 所以這個是 Google在前幾年就有推出的服務叫做知識圖 你就是從剛剛那種方式就 一併就一直連出去了 就一直連出去了 燒了很多打關鍵字的機會 打關鍵字的機會 而且呢 可以讓你對不管是這些人事實地物有沒有一個 很快就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好這個是我們 針對這個所謂的知識圖的部分 那以圖找圖呢 這個部分呢其實 最近 今年Google有做改版 那這個改版不是往好的方向改 是往 比較不方便的方向改 那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Google幹嘛幹這種事情 對不對 因為被告 好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找 周董的圖 我們看一下 你會找到這些 對不對 以往的話呢 為什麼他被告 因為 以往你在這邊 就可以下載到 就是 因為這個 不是他網站的 不是Google自己的 是很多其他網站 網路上的 結果呢 他在這邊 就是因為 我今天不用去原始那個網站 我在這邊按右鍵 我可能就直接把 圖片都存檔下來了 你是沒有進到他的 就是這張圖片來源的網站 對不對 你看 他是來自這裡的 所以呢 他被告 因為說這樣 我們的流量都被你 賺走了 所以 Google呢 就只好 從戰如流 從戰如流 所以 變成說你要看他大土 以往在這邊 他會有個叫 要另存圖檔 現在就把那個拿掉了 你必須要前往他的網站那邊去 去看 這樣才能夠增加原始網站的一些流量 流量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 他現在找圖當然也比較麻煩一點點 你看喔 如果我想要找這一張 我問一下各位 這一張如果圖片不夠大的話 你會怎麼辦 比如說你可能這次我要用在 印在海報上啊 對不對我們去找一找 我找到的就不夠大 那怎麼辦 上面這裡可以設定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大小有沒有 嘿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 以前他有比較方便 就最近改版把它拿掉了 就是 原本呢他在這邊 你可以 直接查說 這一張圖有其他的尺寸 那也因為剛剛那個原因被拿掉了 那現在找怎麼辦 稍微麻煩一點點啦 你就按著他拉上來 以前就有這個功能 真的 放開 這樣也叫以前找圖啊 對不對 你看這裡 有沒有 所有大中小 而且 他還告訴你喔 這張圖片好像是周杰倫喔 這個很重要啊 你們以前在找的時候 是不是都打關鍵字 有沒有發現我這樣找 這裡不一樣 哪裡不同 各位你們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生活裡面常常遇到的 這個人 這個人我有看過 但是我忘記他叫什麼名 那個地方我去過 那一幅畫我 我看過 可是我就忘記那個 那個是誰 請問 你要搜尋 你要怎麼找 你不能說那個人 那個地方啊 那個地方啊 所以你知道 網路上有一個名詞叫做 監視器拍照 然後 畫面夠清楚 他就 移圖找圖啊 所以其實 這就是移圖找圖的一種方式 你們 可能比較早用這一張 用這個照相機對不對 照相機可以用 真的啦 按下去之後 除了直接拍照以外 直接給你網址以外 你也可以直接上傳你電腦面圖 比如說你手機我有拍到 拍到這個可疑人物 你就把你的照片傳上去 他就會看到像用這種方式 以圖找圖 這樣你了解 所以其實以圖找圖是很不錯的功能 很多從那個不錯的功能 但是就是說 現在的 大家比較少用這種方式去找 大部分大家習慣就是用關鍵字 但是 很多時候我們比如說這個花 這個草 我不知道 我也可以試看看 這個樹 我不太清楚 他是哪一種 你就可以丟上去看 很多時候有機會找到 有機會找到 所以這個是 跟各位在提到的這個 以圖找圖的部分 那這一段我先講